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开始来学习关于混合的概念 在学习混合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混合 顾名思义,混合就是将两种东西混合到一起 那么在3D当中,混合指的就是将两种颜色混合到一起 那么这两种颜色又分别是哪两种颜色呢? 其中第一种就是光山化像素,我们也称之为圆像素 光山化像素其实就是当前正在绘制的像素 大家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片段着色器返回的颜色 第二种,第二种就是后台缓冲区的像素 后台缓冲区的像素也称之为目标像素 后台缓冲区的像素其实就是已经被写入的像素 我们将原像素与目标像素混合到一起 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混合 我们通常可以用混合来渲染半透明的物体 比如水、玻璃等等 我们既然将原像素与目标像素混合到一起 那么原像素与目标像素的混合就会有多种方式 GPU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混合的方程 用来满足我们不同的需求 我们假设C-SRC为原像素 C-DST为目标像素 SRC就是Source DST就是Destination 原像素为当前正在光酸化的 DI这个像素的颜色 目标像素 就是后台缓冲区 对应的DI这个像素的颜色 我们通过原像素与目标像素组合 组合成为一个新的颜色C 新的颜色C会覆盖目标像素 也就是新的颜色C会成为后台缓冲区中DI这个像素的新的颜色 那么它们的方程如下 新的颜色等于原像素 神义原混合系数加上目标像素 神义目标混合系数 其中FSRC为原混合系数 FDST为目标混合系数 那么我们就通过原像素 原混合系数 目标像素 目标混合系数 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颜色C 其中原像素 就是我们片段组合设器 返回的像素 目标像素 是已经存在于后台缓冲区的像素 那么在这里未知的其实就是原混合系数 和目标混合系数 原混合系数和目标混合系数 我们就可以通过API来修改它们的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程 得到一个新的颜色C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混合系数 可以被我们使用 其中第一个为目标像素透明度 这一个就表示 用目标像素的透明度来表示这一个参数 那么有目标像素透明度 对应的就会有目标像素的颜色 那么也会有原像素的α 原像素的颜色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值 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1 也就是1 那么对应的也就有0 既然我们可以使用1和0 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1减去目标像素的透明度 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1减去目标像素的透明度 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1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 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1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 合作者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 我们可以使用1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 参数1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 而是1减去目标家 但是大家可以用1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 所以感觉是一分钟 可以做到2点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